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是一個三角錐 ABCD是一個三角錐 EFGH也是一個三角錐 那它現在要你比較這個三角錐 跟這個三角錐 這兩個有沒有全等 還有這個三角錐 跟這個三角錐 這兩個有沒有全等 然後上面錐的是它的角度 我們先來看看甲跟乙有沒有全等 首先我們知道說 一個三角形 三類角有180 所以這個加這個多少呢 剛好120 剛好120 所以這個是60度 這是60度 然後我們看乙這個三角形 這個加起來是120 所以這也是60度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兩個全等 為什麼 因為 這個角 這個V ABC 等於多少呢 角 D C A 然後呢 這個AC 等於多少呢 ABC 等於這個AC 等於這個AC 然後呢 再來這個60度的 角多少呢 角V C 那個A 等於多少呢 角 D AC 所以 這兩個三角形 都全等了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都全等了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都全等了 首先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話 這個 這個 加這個的話 是113 113 所以這是67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是120 所以這是60 那很顯然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這60跟60一樣 那這個EG跟EG一樣 那53跟53一樣 所以 三角形 這個 F 這個 E Z 全等於 三角形 F多少呢 這個 E H H H 然後 EG 所以 這兩個三角形 也是全等的 所以 它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A A的話 就是說 加於全等 而且 丙丁 它有全等 所以應該要選A OK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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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